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就和大家繼續樓盤更新 順便分享地區和大家介紹另一個地區 之前其實來過拍過片 這裏就是屬於 Coquitlam 但它不是Cocquitlam City Center 入住的 是Cocquitlam West 以及Burnaby的交界點 這裏有兩個地鐵站 大家可能是耳熟能詳 一個就是Burnaby Skytrain 站 顧名思義Burnaby 加Cocquitlam 和Burquitlam 這條馬路是Clark 再下一點就會連接上North Road North Road是一條分界線 North Road的西邊就是Burnaby 屬於Cocquitlam North Road的東邊屬於Cocquitlam 其實主要大部份的發展 包括我們現在這個區域 都是屬於Cocquitlam West 其實只有很少數在North Road上的樓盤 才屬於Burnaby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更新 包括這個Burnaby area 有很多之前我們前年賣過的樓盤 譬如後面有Smith & Ferro by Bawful 這個是2021年賣的 對面有Mirriott 然後前面有Gingrew 還有Ben 還有幾個樓盤 都是Burnaby Skytrain 附近 和大家更新一下現在建成怎樣 有沒有尾盤 另外也會去看看一個現樓 但它不是賣盤 而是一個租盤 是因為Burkwitlam和 Burkwitlam Low Heat這個位置 它的發展都很蓬勃 它是繼Metrotown Brandwood 距離下距離多遠幾個站 20分鐘左右的車程 但是也有發展 有Skytrain 站 有商場有食物 也比較人口多密集 市政府 兩邊市政府 都比較努力去建造不同的東西 其實我們剛才和基仔 今天留在這裡一天 基本上開車到處遊蕩 拍攝一些樓盤的更新 就發現我們眼見有很多high rise 但其實high rise以外的一圈 還有很多low rise的townhouse 所以整條路下去的發展 都很蓬勃 今天和大家更新一下 帶大家逛逛這個區域 有些人喜歡Metrotown Brandwood 有些人願意再遠一點 但買大一點 或者便宜一點 買遠一點的單位便宜一點 現在先和大家看一個現樓 因為很久沒看過現樓 這座樓之前沒有和大家拍過 就是567 Clark 發展商是Markkorn 動樓叫Clark & Cuomo 它現在可以說是Burkutlam 甚至是整條North Road Clark的地表 它是比較高 它基本上很遠 可能大家在Metrotown Brandwood 向東邊看過來 都會看到它是最高的一座樓 2021年交流 裡面基本上都入住了 我們有一個單位是放租 而且是一個兩房加釘 折陣900多呎的大單位 帶傢俬出租 希望如果有香港朋友 準備設定單位 可能適合一個這樣的單位 和大家分享一下 門口就是前面這裡 一到門口 然後向南走幾步 已經有巴士站 現在有巴士在這裡 又可以直到南 對面前面就是Sky Train 已經可以過一條馬路 就搭到Sky Train 然後到樓下 也有很多雙鋪 即是麵包電話 吃東西的店 對面向正 對面前面還有一條馬路 過前面那條馬路 已經是一個超級市場 Safeway 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 超級市場上面的 在樓602Komo 差不多去年都在這些時候 年頭年中的時候 幫客人買入一個一房單位 就放租 現在租客都一直住到現在 其實都幾多朋友 在這裡買一些小單位放租 今次這個大單位 這一座就買一個一房 然後在Clark Komo的後面 還有一座 好像是520Komo 是矮一點的 又是有一個一房單位放租 租客都現在差不多住了一年了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Clark這座樓 它都有些挺正的 很高的 這座樓座 樓底超高 差不多三層的樓底 我看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會所設施 有Fitness Sona 又可以打Table Tennis 有Gasuits 卡拉OK Music Hall 然後有個專門打乒乓球的地方 我們放租的單位都在這個方向 看著這些樹 哇 雪山很漂亮 尺寸都可以的 有健身器材 很大 這邊整個角落位 然後一直到這裡 哇 北邊山景很漂亮 有這些 哇 它這個臉超長 哇 它是人手 應該不是人手 應該有一個 電動 可以拉的 那些超級的 拉開它 拉一下它 對啊 現在在拉中 哇 超漂亮的 看看 這個是繼續向北的 那邊更漂亮的 那邊更漂亮 這邊就應該向東南面 哦 這裡可以看到什麼 這裡可以看到Mirriott的地盤 左邊 雪山 哦 是啊 這個位置就向北 那現在呢 Cloud這座樓 向北就是沒有屋的 就是沒有東西遮擋 但是呢 其實下面是有一個地盤 那同一個發展商 它現在也在賣另一個 預售 Extrimate 也是幾年後 交樓的就是Mwood 在正區對面 所以到時要看大家買什麼樓層 如果是低樓層 就有機會被遮蓋了 歌樓層 就會繼續可以看到這個山景 哇 這裡跑步都挺心狂神移 我們上次在哪裡看那些高層 M3 是嗎 在Cocrylum 這個更爆一點 山更近 而這邊就向東 向東邊呢 最近我們呢 這個下面就是那個 那個Berquillum Skytrain 那個Mall 然後後面就是 Concert Properties 那個Mirriott的樓盤 Extrimate 2025年交樓 我記得 現在都說 做個洞下去 旁邊那個 現在還在建 應該差不多 建完就是 Rental Tower 旁邊這座 都是Concert的 同一個屋院 中間那個就是 他當時說 會和政府一起建的YMCA 我看都建得七七八八 剛才好像看到有人進去 待會有時間開進去看看 然後遠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同的方位 都有地盤 都有天清 這些都是低樓 因為通常我們是說 越近一條主路 例如Skytrain North Road Clarke 就會在這些高層建築 去到遠一點 裡面的屋 全部是建的 Wood Frame Low Rise 六七層 有個小朋友的地方 然後也挺好 很小可 很大 對 很大 很高 很小可 會有這些 叫做什麼 小朋友的地方 他做了小朋友玩的地方 好 還有很厲害 遮陽臉 很長 這邊開始向南望 那三座是Bosa 那三座是Loki Highs 好 這裡有個小的 這個籃球場不是標準的 對 它是練習的 小和小一點 好 好 我們動得很棒 挺有型 在我這麼高的位置 可以練習一下籃球 你記得一年沒有打過籃球 我還記得我在中大的時候 上過一個籃球 course 之後就已經沒有打過籃球了 好 有沒有受傷 有沒有受傷 沒有受傷 carry ok room 要預訂了吧 這樣也可以這樣 OK 很少會所設施的房間 是可以隨便入 通常都要預訂一預訂 這個應該沒得唱 要預訂了才可以唱 有個K房 那些是隔一棉 對 是隔一棉 有個music room 真的有個三角琴 是電子琴 是電子琴 我沒試過彈三角琴是電子琴 是嗎 是嗎 很厲害 在天外張 Should Fairy 如果是電子琴 才能賣成 청場 收音 10福念 。 很棒 我们现在上来567klark 一个二十多楼的中高层单位 和大家参观这个我们准备放租的单位 它其实是属于两房加钉的单位 室内的总面积是921尺 感觉很开扬 因为它主要是长壁比白色为主 而且是高楼底的9尺楼底 然后面向这个方向向西边 看回SFU Mountain 大家主要看到的都是绿化的树林景 我们这个楼层 基本上已经比前面那座520komo高 所以我们不单单可以看到向西边这边的 SFU Mountain View 都可以看到少少南边 看到Brandwood和Metro Town 景观都很开扬 它的单位都有一个大的露台 走出来和大家看看 露台都是长条形的 整个单位的两边房都可以看到自己的露台 和旁边有一个Panel Board 这边看出去的话正西就是SFU Mountain 这边暂时都没有东西 这座楼已经建好了 那南边将来就会有些楼起 都不是很忙碌的 都很开扬 另一边向回北边就会有雪山景 现在大家看到前面其实都有一个工地 那个就是Alena by Strand 现在都在发售中的 这个楼盘预计都是四五年五六年左右落成 所以可能大家如果在这个放租的单位 住到两三年左右才会慢慢看到它起高上来 现在暂时都很矮 前面还有一个工地 现在看出去就很开扬很漂亮的雪山景 昨天前人才刚下完雪 所以雪特别白特别干净 那我们回到单位看看 刚刚说到这个单位就是 它的开築其实很分明 而且也是挺漂亮的 门口就是这里 门口一进来 右手边就已经是一个钉 这个钉是书房的 等下跟大家看看吧 然后前面这里就已经有 entry closet 而且是双门大衣柜 足道大家放很多大衣 清洁用品 鞋等等 然后旁边这一边就是厨房 U-shape的厨房 看到发展商建这个楼 其实也算是有用心的 因为你看到一些特别的功能 例如这边也有个不同颜色的包边 有多些设计感包住的 这些是白色厨櫃面 这些是深色厨櫃面 而且都是大雪柜 Fisher & Paco 现在屋主其实是住在里面的 他准备找到租客之后 就会做了侵犯清洁 然后搬走 还有他也说过 现在大家眼见大部分的傢修 包括食饭桌 梳化那些 还有床 都可以留下的 所以会是一个 Furnish Rental 也很欢迎大家刚刚回楼 或者移民过来 不用那么麻烦 来到再顶家 立刻可以入住 拎包入住 我们先看看厨房 这边是U-shape 上面全都是一些储物空间 开一两个给大家看一下 烟机 炉头是Bosch 其实他主要的电器牌子都是Bosch 雪柜是Fisher & Paco 焗炉和炉头是Bosch 洗碗碟机应该都是Bosch 对 洗碗碟机也是Bosch 桌面是Quartz的桌面 大片的花纹 GAS煮食 这个GAS和Hot Water冷暖气 都包在Strada fee Strada fee是屋住给的 所以租客入住的时候 就不需要去给这些费用 GAS那些 但是你会给电费 电费是自己给的 譬如雪柜 焗炉 电视机 微波炉 这些电费 就会你自己承担 双晶盘 下面也有不同的储物空间 这个是什么 这个位置很厉害 等一下 它是打开了这么大 然后再可以拉出来 抱歉 另一边 另一边 另一边应该没量 另一边就是这样放进去 然后 这些都是储物空间 这个很漂亮 这个是因为当初 567Clo Mo 楼花发售的时候 我不记得还在香港 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没有参与整个楼本销售过程 因为楼是2021年起好的 所以 今次 会想跟大家介绍多一点这个 feature 起码之前在我的影片 应该没见过 上面也是大量的储物空间 微波炉在中间 一个非常就熟的位置 冰箱顶也有这两个楼 厨房这边的椅子 都应该可以坐到三个人左右 这里还有一个小楼 是一个pantry room 它做了两片小门 减少了一个很大的开门空间 方便大家在这里放一张大餐桌 这张餐桌已经可以坐到六个人 现在四张椅子 上面还有灯锅位 是未可以自己放下来的 这边就是客厅位 刚刚说了餐桌 椅 电视机 电视柜 梳化和这盏灯 还有这一盏茶几 都会包在租金里面 两边就分开房间 中间其实很阔 三四片大玻璃的距离很阔 我们看看主人房这边 主人房其实都是同一个方向 整个单位不是空间 unit 所以所有房间和客厅 都是向SFU Mountain的景观 主人房的露台都可以出去 直接在这边可以出到露台空间 可以看得到 很重 其实 露台门很高 露台门很高 差不多玻璃是顶到底 所以楼底本身已经高了 九尺楼底 再是全片是镭子 彩光空间感都很好 尤其是这个房 如果你躺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看着山景 看着山景观 很舒适 这张床都会包在计划里面 而且都很新正 因为屋主是自己用的 座楼都不是很耐热 门都很大 好了 然后主人房 到这边就有个walk-in closet 这个也是有门的 就是这些推拉门 挺大的walk-in closet 然后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进来的地灯 sensor lighting 进来会自己着 这边还有个小小的放夜空间 然后就是双升盘 然后桌面和上面有两层的 外面的指纹空间 然后里面都继续有 其实这个单位都做了多少的 储物空间 下面 这里有四格小的桂桶 不开那么多了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shower stove shower stove 它是有一个上面的大ring 可以移动的 下面还有一层可以拿着花灿调整 下面就是纤维底座 这些地方都是铺砖的 之后呢 它现在这个是主人套房 这个积极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就是客房也是做了套房的设计 是一个cheater bathroom 这边进入客房 这个房间的面积比刚才小一点 出不了露台 这里就会看到 那个glass 就小片一点 下面有一个底座 但是还是很高的 然后这里再进来 就有个go through closet 一样有sliding door 可以是关掉的 然后进来 也可以由小房 直接通到洗手间 这个就是free piece 就小一点 但也有一片的桌面空间 然后上面放东西 下面都是一些储物空间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bath tub bath tub就是一个 在上面的ring head 也有六个型砖 然后这个洗手间是两个门 刚刚进入第二个房间 另外现在还有这边开门 就是出回来客厅空间 所以是一个cheater bathroom 有双套房设计 然后出到这边就有个门 laundry room就放在这里 它是bloomberg 就是上叠下叠的dry washer 的设计 然后整个单位就看完了 还有钉未看 这个是刚刚进来的entry closet 钉的话 应该放不到床 不过可以做书房 或者是杂物房 空间都很大 挺深 但是不算很阔 然后好处是楼底都高 还有有灯 不是 因为有时有些钉会drop down 你会在这里做书房 好像压迫感很厉害 这个楼底很高 还有有ventilation system 有些钉是没有的 真的放杂物 这里有通风进来 刚刚刚提到的一个优点 是房间 例如我们回到主人房 看看房间里面都是有天花灯的 这个不是每个发展商都肯做的 这边很多时候 大家看到那些燕楼单位上去看 房间没有灯 常常要安装地灯 或者找人来拉灯 这个就有了 到这边 但这个就没有天花灯 特得这个dining 客厅就要自己安装灯 现在我们暂定了租金是3450元 是年价司出租的 这个租金就包了一个车位 一个Locker 然后屋主帮你会给了那些冷暖气 然后gas Hot water 就是Stratofi给了 租客自己就会给电费 还有自己给上网费 买租客保险就可以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Hot water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